哈喽大家好我是Vector 今天我带你来看一个超级夸张的洋房 超级夸张的Bungro 它夸张到什么程度 就是帮我拍video的摄影师跟我讲 我的video开住广角都拍不完这个单位 你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大 这一间应该是目前为止 除了上一间那时我去LagerFund拍了2000万的豪宅 过后啦另外一个最大的了 那么这一个啊三层楼的Bungro它有什么特别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三层楼的独栋 Bungro它有什么特别呢 我跟你讲它是细节满满精益求精啊 可以说是Bungro界里面的Rolex 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细节都真的是细节满满 你看before我们进去你看一下它的外面 它外面种的这些树 你再看一下它的颜色 你再看一下它的格局 哇真的是赏心悦目 好今天啊这个地点呢就在Country Residency 它是在Selit Alarm自达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呢它是在Masai Area 这边我们去到CIQ星上关起来 差不多是一个30分钟 不是讲很靠近但是也不是很远 而且自达城本身这个地方呢 它也被誉为我们的教育城 因为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国际学校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完善的一个新区 然后在这边基本上应有尽有 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住在这边的 OK是非常不错的 来我先带你们看这个三层楼的Bungro 如果是一个大型的Bungro 你可以考虑这一间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气派 而且这一间啊听说啦屋主啊 是找了三个风水师来看了 来帮它设计的 每一个细节它都拿捏满满 包括那个多少个窗口啊 多少个镜子啊 多少个条纹啊 都是有精心设计过的 OK所以是细节满满 你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环境 它是非常的清幽非常的低密度的 你看一下我们的环境 它是非常的清幽非常的低密度的 所以这边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而且而且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啦 这边的保安啊 英文也是说的非常流 所以你完全不要担心这边的standard OK来我们进来 你可以看到它车房整个就铺到满满 用的是这种很好的材料 你看到我们的车房是很深的 我们的车房是非常非常深的 基本上这边你要放四辆的话 轿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是Bangola 所以它四边都有地的 OK所以这边是它的左手边 这边有一点空地的这个位置啦 这边你可以做一些你的种植啊 或者是给小孩子一些户外活户外空间 又或者是如果你有养宠物的话 这边也是可以他们流达的空间啦 OK我等一下进去 我先带你看它外面的那个地先 所以其实啊 如果假设 它这边分成三层 但是你进去有两个入口 你可以从这边进去底层 底层是我们的那个娱乐空间 OK大家给你们看底层是我们的娱乐空间 又或者是假设你要直接迎兵 迎接你的客人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正门 所以如果你从正门进去的话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大厅 可以去到我们的大厅 OK我们先来旁边看 所以这边旁边呢 是它自己打造的一个花园 它自己打造的一个花园 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花园 所以看到这边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放了好几个你看 这样子的这个椅子 所以你想看在这边摆party 就是非常的适合 OK摆party 非常非常的适合 然后这边呢 它又做了一个鲤鱼池 看到吗 这边就做了一个鲤鱼池 哇 非常非常美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角度 来我们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 这个屋子的这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间屋子 我非常喜欢这个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非常高档的感觉 它做到非常的高大上 刚一进来的时候我就问屋主 诶你这个是四层楼啊 它也不是三层楼罢 所以你看哦 它每一层的楼高都很高 每一层楼高都很高 底楼位跟一楼位 它的楼高是4.5米 顶楼位它的楼高是6米 所以是非常非常高 一般上啊 我们的楼高 是差不多是3米到3.5米罢了 这边平均就比别人高了 1米到1米半 OK是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的气派 然后你看它的设计 是非常的美的 OK 所以这边是我们的鲤鱼池 所以我们除了可以从旁边过来 我们可以从这门上去 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偏厅啦 然后有一个side garden 就是你的旁边的花园这样子 OK 旁边的花园 所以这边也可以去到你一楼的花园 所以这边我们锁起来啊 其实你走上去可以去到你一楼的花园 还有游泳池 OK还有游泳池 是 来我们从前面进 所以你看这边都是很有钱的 你看甚至你看个壁 他拿帮过来来种树啊 哈哈哈 帮过来来种树 来一下我们从前面进去啊 就整个是很舒服 因为他的绿化很大 他绿化很大 而且他整个楼高做到很高 非常非常的舒服 来这个是我们的 正面 我们从正面进去啊 四只可爱的小猫 OK so before 我们进去哦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你还有一个户外的空间 所以如果假设啊 之前他们呃 屋主是拿来给他的孩子来这边练舞啦 所以你这边可以做成你的 gym 做成你做 yoga 体操的地方 又或者是不要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板 remove 掉 这样这个可以 摆放你的轿车 好这个是你的 extended 的 car porch 来的 好比较少用的车 你可以摆在这边 好比较美的少用的车 可以摆在这边 OK常用的放在外面 然后这边还有做了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store room OK这边我就不进去看了 不进去看 这么大的屋子 一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储藏室 所以他这边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储藏空间 接下来我们从这门进去 OK双开门 很大幅的双开门 可以从这边一进来 你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玄关的位置 OK你就有一个玄关的位置 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从这边一开始你踩住的全部都是大理实地砖 OK全部都是大理实地砖 而且你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大片的大理实地砖 OK非常非常大片的大理实地砖 一进来转右 因为这一层是我们的娱乐区 这一层是我们的休闲娱乐区 一进来转右这边就有一个卡拉OK房 OK因为很暗哦 因为卡拉OK房就是这样的 打开这个窗帘 看到吗 看到吗 啊 OK这个就是我们的卡拉OK房 所以这里哦 除了可以看 可以唱歌啊 看戏啊 它上面还设计成了星空 啊 星空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揪你的朋友 OK 来一起来唱K OK 然后当然K房也是有自己的厕所 K房有自己的厕所 OK所以另外一边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 study room OK如果你直走的话 这边是我们的study room 这边是我们的study room 然后 玄关 一进来 你的客人一进来 它一的是去study room 或者是假设你家里 补习孩子啊 补习老师就进study room 或者是跟朋友去唱K 如果你要进正面的地方的话 你就上这两个阶梯 来到我们的正厅 OK 这个是我们底楼的正厅 所以如果你跟有请朋友来 一起喝茶啊 谈生意啊 什么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啦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电梯 OK 三层楼啊 这个是我们的电梯 所以这个是三层楼啊 我们可以上到一楼跟二楼 这是我们的电梯空间 然后你看啊 before我们上去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这样子的这个设计 我跟你讲 拆光非常非常好 就是它整个楼梯的空间哦 它用的是这种 整层楼高的这个窗口设计 它用的是这个整层楼高的窗口设计 所以你感觉它的拆光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整个楼梯拆光非常好 OK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yard area 这个就是我们的yard area OK 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一个山水池 这个山水池 然后旁边这边也是啊 可以晒衣服的地方啦 也是我们的outdoor yard 所以如果假设你想做bubbq 还是什么的话 这个地方就可以拿做bubbq 或者喝下午茶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 然后从这边出去的话 其实是有个庸人房跟庸人厕所的 OK 从那边出去有个庸人房跟庸人厕所 OK 所以现在我们上一楼 我们上一楼啊 OK 来我们一上到二楼哦 你就会看到这边 它就有一个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divider啦 它就把这个空间很好的隔离开来 所以你一上来哦 如果你转去右边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的空间 就是我们的饭厅跟我们的厨房 OK 饭厅跟厨房 所以这边就一个island 一个island 然后一个圆座 哦 这边是dry kitchen 后面是wack kitchen OK dry kitchen wack kitchen OK 你看 非常大的空间 而且你看到 它的sealing height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sealing height非常非常高 所以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啊 我们的饭厅出来 这边 就是我们 一楼的garden 那这边就是我们一楼的garden 啊 一楼的garden 所以这边呢 你还有个outdoor的dining space outdoor的dining space 然后你有一些可以 跑跑啊 夹烂夹烂的地方啊 刚刚从那边上来就是这一层哦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泳池 然后这边有一个泳池 然后这边有一个泳池 长方形的泳池 当然这边也是有一个冲凉的地方啦 长方形的泳池 来我们走来前面这边哦 非常非常舒服的空间 真的是很大很气派 很大 非常的大 然后从这边真的是很舒服它的感觉 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看到吗 就整个是很舒服 然后你看啊远远看哦 你还可以看到 新加坡 那边是sambalwangshityard sambalwangshityard sambalwangshityard 的那个地方 可谓我们现在有多高 非常高 那么这一间呢 它一共是有9个房间 9个厕所 ok 一共是有9个房间 9个厕所 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找一间 适合三代同堂 适合三代同堂的独立室啊 这间是非常非常适合 ok 来我们进去 ok这样这个空间呢 就是我们的饭厅 跟我们的厨房 然后来到前面的话 前面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房间 ok这边就有一个房间 里面也是有卫浴的啦 然后这边有一个powder room 这边有个powder room 公共的卫生间 ok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呃正前面的一个大玄关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大玄关 为什么呢 呃这个是电梯 这边是大玄关 因为这边是正门 给大家看 这边是正门 如果我们刚刚从外面 我们从外面上来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正门 ok这个就是我们的正门 来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正门 啊 非常气派的正门 我从这边走下去 我这边走下去 就是我的大厅啊 ok你 我们 给大家看这个感觉 从下面走上来是什么感觉 你看啊 你从这边给大家拍上去 你看这个感觉 是吗 如果今天啊 你的客人啊 从外面这样走进来 你看到这个是什么感觉 就是你感觉你被尊重 你懂吗 你来这 你走这条路你感觉 你感觉你被尊重的感觉 就很爽 你走这条路很爽 然后你看 这么高的一个厅 这么高的一个厅 然后你看他这边的设计 是双层高的设计 你看他的这个路门口啊 他除了是双开门以外啊 你看他这个是很大 这整片哦 很大哦 这整片 你看他整个门框 会看的人应该知道 我不是很会看啊 不过会看的人应该知道 这个不简单 ok 然后一进来 这么重的这个 油木双开门一进来 踩上的就是大理石 啊 然后那一边呢 也是可以进的 ok 这边是有个office ok before你进来 这边是有个office的 ok 这边是有个office的 所以如果假设 啊 你有你在这边 通常你做生意啊 或者是你请外面人来谈生意 如果是不要进去影响主人的话呢 你可以从这边外面就进来 ok 这边谈生意啦 所以你看他的设计是非常巧妙 非常放进很多心思去设计这间屋子 哦 他这间屋子他放进很多心思去设计这间屋子 ok 然后来到另外一区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 啊 这边才是真正的客厅 刚刚楼下那个只是一个小偏厅罢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客厅 可以看到很大的客厅 而且客厅有分两个区域 客厅有分两个区域 这边是最主要的看电视的 看电视的 然后这边是小孩子可以玩game的地方 这个啊 是我第一次看到啊 很多时候我们在介绍公寓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 哎 呃 公寓几大几大对不对 通常我们都会讲 沙发跟电视机的距离 你看一下这个沙发跟电视机的距离 这个沙发跟电视机的距离 这个沙发跟电视机的距离哦 哇 他的这个距离啊 比有些公寓整间都大我可以讲 超大我可以讲 OK 所以这边就有另外一个厅 这个给小孩子的 然后这边有多一个厅 所以这边可以放多一个很像PS啊 还是一个小电视机啊 可以多一个厅 然后这边出去呢 又是一个户外空间 所以他这边空间很多空间很多 OK 最后我们上顶楼 来 最后我们上顶楼哈 你们可以看到哦 他用了这个楼梯用了这一片哦 油木啊 也是一整片的 看到吗 一整片的油木 你上来看这个是什么感觉 走向天堂的感觉 走向天堂的感觉 他整个采光做得很好 这边是重点啊 这边是我们的顶楼 这边是我们的顶楼 OK 我刚讲啊 每一层是4.5米嘛 你看顶楼这一层是6米 看到吗 够高 他高到这边也要放一个CCTV 每一层都是够高 真的是够高 你从这边 然后我们的正 我们的大厅这边是双 双层的嘛 double ceiling volume 的嘛 所以你看这个 采光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一层的话呢 他有四个房间 四个厕所 OK 这一层有四个房间 OK 右边这边有三个房间 OK 这边你还有一个小厅啦 还有一个休息区 before 晚上 你要进去睡觉 休息之前 可能你要出来跟家人联系感情 所以这一层还有一个小厅 OK So 这边还是房间啦 OK 小房间 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我就不一一进去看啦 但是因为他是 bungalow 他是 bungalow 所以你看到他的整个采光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是没有开灯的情况下 他采光是非常非常好的 OK OK 你看他用的窗口 都是大幅的窗口 都是用大料的 好 这边也是两间房间啦 都是有自己的厕所 OK 两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OK 给大家看一下 采光也非常非常好 然后最后这个就是主人房喔 OK 最后这个是主人房 主人房我们就不进去啦 主人房我们就不进去 So 今天我们介绍的叻是在 Sely Aram Sely Aram 一个三层楼的豪华别墅 三层楼的豪华独栋 独立四两房 OK 那么这间的卖家叻 差不多是600多元元币 不到700万 不到700万元元币 600多元元币 你就可以拿下这个精心设计的 三层楼的独立箱了 OK 那么你今天看到的东西 都是会留住的 当然有一些东西也不要 你可以让我知道 我可以帮你安排 把它搬走 那么现在屋主是 整栋这样子卖 OK整栋这样的卖 这边基本上送你的 这些全部装修 价值就不少钱了 OK 包括电梯啊这些东西啊 都是非常精心设计的 所以我想要找一个 非常有气派 非常豪华的 三层独立式洋房的话 这一间一定要看一下 不可以错过 OK 所以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我是Victor 记得帮我like comment share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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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